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實質開打了嗎 我們看到了小摩執行長戴蒙 他提出這樣的一個警訊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中東局勢 以色列才夜襲伊朗全球就聚焦 什麼時候以色列跟伊朗要正面對決 沒想到伊朗總統說 我們不尋求跟以色列開戰 準備好適當的回應 那回應是什麼 以色列猛打伊朗 伊朗卻服軟了 鄭主黨哈馬斯 這些小弟們他們吞得下去嗎 而以色列甚至出動了大名鼎鼎的 斷翅F15 來空襲來轟炸伊朗的核設施 為什麼他都吞了 背後到底是藏著什麼樣的軌跡 還是陰謀呢 對 接下來的話美國大選就要來了 而其中有一個人叫Damon Damon是誰呢 他是摩根大通的執行長 他有多重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賀錦麗當選的話 他可能就是下一任財政部長 所以他在業界非常的強勢 也是賀錦麗一個很重要的智囊 他講出一個重點 他說大家在講世界 第三次世界大戰 什麼時候會開打 以他的觀點 已經開打了 已經開打了 以前都是代理人戰爭 現在來講 你看以色列也不用再跟你直接對付 以色列也不用對付在哈馬斯真主黨 他就直接去攻擊伊朗 所以他說直接的對面 正面交鋒來講的話 已經開打了 你看很多的畫面 砰砰砰 炸下去之後呢 好像你的防空系統在哪裡 你的防空飛彈在哪裡 完全沒有 然後呢 打擊了這些整個業務瀰漫 然後重點就是說 打擊的是哪些設施 這是一個照片 這照片打擊的是建設 打擊的是Warehouse 大家講說 你就是去打他的這些設施 有什麼了不起的 而這些設施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伊朗為什麼讓人家懲怕 因為他有很多彈道飛彈 彈道飛彈 他可以變速 而且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你難以捉摸 問題是你要想想看 你有彈頭 你要有個燃料 而這個燃料呢 就是放在這建築 放在這Warehouse倉庫裡面 這個燃料叫什麼 固體燃料裡面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工業混合器的一個製造 這個東西來說的話 當初他們被制裁之前 被美國制裁之前 收了很多 那這些東西來講都存在這裡 而這裡呢都是有加固的 而且這裡的地點都是非常隱秘的 伊朗這一次來講 損失慘重 以色列直接就把你給炸掉 那給你炸掉之後呢 你現在怎麼辦 你要怎麼恢復 所以我們看到了 美國千方百計的要拉住 以色列的手 叫你千萬不要衝動 如果你要打輕一點 你看到沒有 拉不住了 他真打了就在48小時之前 打了之後還猛彩虹線 美國叫你不能打 伊朗的核設施 我就硬揣他的核設施 對就直接打下去給你看 那打下去之後呢 伊朗你現在的老大哥來講的話 你到底要怎麼扳回你的顏扁 他就說我們會做適當的回應 可是現在適當的回應來講的話 大家就想說 那到底什麼是適當的回應 如果你不能這樣對轟的話 你是不是變成什麼 你的間諜戰 你現在開始在這兩邊的境內 都出現了恐怖攻擊 直接干擾你的人民 讓你的人民知道說呢 上面在打仗 上面在空襲 可是呢 我們日子也過得不輕鬆啊 接下來講的話 伊朗說他的防空系統 是發揮了作用 然後成功攔截以色列的恐怖襲擊 問題是 現在來說的話 很多伊朗的民眾 手機拿出來拍 到處哪裡都是爆炸 到處都是在轟炸的一個設施 現在來說 伊朗直接告訴你們說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 PO到網路上面 不管是以前的推特 現在的X 還是其他的視訊軟體 如果你敢PO 我就認為 你是通敵 通誰 通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會把這些影片 拿去做一個大宣傳 而且這個東西不是開玩笑的喔 如果你敢PO 判幾年 判十年 然後呢 你除了這個東西 你去管制你民眾的言論之外呢 現在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以色列除了轟炸你之外呢 也有一些可怕的一個攻擊 伊朗這個一個警察 竟然遇到了一個襲擊 而這襲擊的照片出來之後呢 很多人是當場死亡 所以他不是攻擊 這些核設施的一個基地而已喔 你一般的這些軍警 我也把你攻擊 打下去 所以這就是最奇怪 全世界看不懂的地方 伊朗是 以血以牙還牙的國家 怎麼可能今天你對我恐攻 十個人死亡 怎麼可能你踹我 夜襲我 踹我的核設施 我都吞了 我還禁止我的人民 去把這些畫面去做散播 我當然要散播 讓全世界知道 你看 伊朗多可惡 可是他想大事化小 沒錯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你對幹下去 你到底會不會有什麼好處 或者是你撐不撐得住 這都很難講 可是呢 你這種適當的攻擊 你是不是也要去以色列的國內 你要弄一點騷亂吧 你總不能就這樣子 唾面自乾吧 所以呢 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Mossard的總部 竟然有這種恐怖攻擊 這是一個車輛 這車輛在哪裡 特拉維夫的商業中心 直接衝撞到公車站 你知道嗎 這畫面很驚悚 大家沒有想到說 天啊 我們去攻擊伊朗 怎麼我們自己的特拉維夫 我們的商業中心 竟然被攻擊了 直接衝過去來 大力的一個撞擊 非常多人的一個死亡 然後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這些嫌犯 他也知道說 他逃不掉了 所以撞擊完之後呢 他有沒有跑 他也沒跑 所以呢 他就當場被隔殺 可是對民眾來講 我們的首都 我們的商業中心 完全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 這個以色列的人民 他自己也會怕 我們除了去丟雞蛋 去踹到人家之外 會不會 伊朗就用這種間諜戰 三不五時 這邊炸一個飛彈 那邊丟一個東西 甚至拿貨車 直接撞我們的公車艇 以色列會吞了嗎 不會 以色列這個國家 他的國格 他會更兇的十倍奉還 百倍奉還 你就看到了 48小時前的這個夜襲 可不只有 射飛彈過去 對 他飛機直接凌空 空襲你如入無人之境 沒錯 這一次來講的話 你要想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以色列為什麼之前 都沒有直接去打伊朗 而是打他的周邊小老弟 第一個給你面子 大家還沒撕破臉 第二個距離非常的遙遠 但這次來講的話 你看照片出來了 是怎麼 F-15 F-15是有點年紀了 可是呢 F-15E 英式戰鬥機來講的話 他的年代非常的久遠 但是呢 火力相當的驚人 這一台 大家看一下 B-AZ B-AZ 9557 這台957呢 是一個有歷史的 然後看一下 這上面這四個圈圈 什麼意思 打掉了四輛飛機 下面也有半個圈圈 你飛機只有一輛而已 你打到他就死了 什麼叫半個圈圈 為什麼呢 因為他曾經在對付對手的時候呢 剛好有兩台 聊機直接攻擊對方 敘利亞的一個戰機 所以呢 大家不知道是 距像哥你那台打掉的 還是我小松這台打掉的 我們就一人分一顆 可是這個B-AZ有什麼厲害的 這一個曾經 看到這畫面沒有 這是F-15E 你可以看到 這是他的主翼 那另外一邊 沒有主翼啊 這個是全球空戰經典中的經典 怎麼了嗎 這架飛機 就是他嗎 對 就是他 就是B-AZ 957 他在1983年的時候呢 再跟另外一台AZ兩個在演訓 演訓的時候呢 其實你知道嗎 為什麼以色列的空軍那麼強 他不是那種慢慢的 這種科目操演 他是直接叫你們兩個連隊 你們去Dogfight 你們去Dogfight 你們自己打 打贏了以後呢 誰就是這一個 屁女的No.1 結果呢 在Dogfight在纏售的過程當中呢 也不知道是A4撞到了F-15 還是F-15撞到他 反正呢 砰 碰 碰擊之後呢 A4竟然就整個爆炸燃燒 可是呢 A4爆炸燃燒之後呢 這一個他們的空服員 他們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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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有辦法跳傘逃生 問題是F-15這台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降下螺旋 螺旋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彈射出去的話 你想想看 你的整個飛機在懸崩過程 砰 你就直接Get了 你就打到 所以呢他在沒有辦法的狀況之下呢 他就想說 算了 我死馬當活馬一 他竟然 在往下墜落的過程當中呢 直接拉到最大的推力 可是飛回去他知道一件事情 他不能夠減速 你想想看 你的飛機 我們沒有做過戰鬥機 但是我們做過客機吧 客機你要下降機場的時候 你是要慢慢的把這個 速度給減慢 不然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Landing 可是他沒有 他就用這種高速度 他竟然用時速450公里 直接硬著路 我硬著路完之後呢 再趕快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停下來之後呢 大家看到傻眼 你怎麼少了一個主意 你竟然沒有一隻翅膀 你就飛回來了 所以 你看到了 前天用這一架飛機 當時創下空中纏鬥 經典畫面的 我飛他去Try你的 伊朗的空房 我就問了 欸 長途巴士上千公里 對 你沒有空中加油 你沒有哪一個國家讓路給你 你怎麼可能辦得到 誰讓路給以色列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大家就是後面就覺得 這是敏感問題 以色列為什麼那麼辛苦 因爲以色列周邊 都是阿拉伯國家 阿拉伯國家 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就是 團結 問題是以色列到 伊朗去 踹開人家的大門 這個距離有多少 有2000公里 2000公里 你沒有辦法空中加油 沒有人讓道給你的話 怎麼辦 沒有人承認 可是大家從沿途上來看一下 第一個懷疑的是約旦 第二個懷疑的是伊拉克 可是這兩個國家都沒有發出聲明 問題是這到底表什麼意思 如果沒有借到加油 他沒有辦法飛行兩公里 這個千刀萬里追 可以去踹開這個 這個伊朗的大門 但是 是不是伊拉克旁邊 這些周圍的國家 其實已經開始不團結 已經有人死鬼挖大兵 偷偷的靠到以色列這一方了 在中東 伊朗 伊朗這個國家 如此的強悍跟兇悍 他怎麼會被以色列 打不還口 罵不 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呢 沒這個道理啊 你就看 這次 以色列的F-15 千里奔襲去轟炸 炸掉了伊朗的核設施 伊朗他們只有上百架的戰機 沒有一架敢升空迎敵 為什麼呢 以色列在上個周末宣布了 正式這個要報復伊朗 然後也開始空襲大轟炸 轟炸攻擊的一些伊朗的設施之後 伊朗似乎想要淡化這次被以色列 空襲轟炸的影響 其實伊朗據說受創也蠻嚴重的 包括他們有很多的這個防空飛彈的這個陣地啊 都被這個以色列攻擊到 然後可是他又說以色列攻擊目標相對有限啊 其實他是刻意斟酌的 為什麼 伊朗他暴落了第一 他的防空的這個系統很弱 他還在用上個世紀前蘇聯給他的這個S-300式的 幾乎S-300這次有些專家說 幾乎被以色列在這次空襲轟炸當中全速摧毀 你的耳目被打瞎了 對 那你現在又想要去拿俄羅斯的S-400 甚至S-500 俄羅斯都自顧不小還給你 那S-300被打瞎了之外 然後你可能 他又怕掉入美國跟以色列的陷阱 什麼意思 他們挖了什麼坑讓伊朗跳 以色列要攻擊你 伊朗進退兩難 我回擊的程度很猛烈的話 以色列就是說 那你看看 我美國老大哥他打成這樣 我不能不再加大攻擊他的力道 就全打了美國 現在雖然要總統大選 但是他也還是被逼著 不得不支持以色列 跟著一起打伊朗 所以以色列 伊朗也怕以色列 萬一我報復回擊 以色列太激動了 程度太大 以色列打我打更兇 美國也加入了 跟以色列一起來打我 所以我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我不打的話 我那些小弟胡塞啊 珍珠島哈馬斯 看我什麼啊 老大你什麼的 可是我打太用力的話 我反而被逼得跟美國正面對決 可是 伊朗坑越挖 以色列的坑越挖越深 他不斷不斷的對伊朗極限施壓 對 所以他就開始 也對你伊朗身邊的這些盟友 我就開始也繼續的 不斷的往下打 往直立打 比如說這個真主黨 真主黨你有沒有看到 這兩天 以色列開始去轟炸他裡面 一條長達1.9公里 將近2公里的真主黨的地下隧道 他裡面其實儲存了大量的 這個真主黨的武器 還有他的一個戰鬥物資 你看這個畫面 太可怕了 幾乎上面地表上的建築物 在那爆炸的瞬間 全毀 據說這裡面可以足夠超過100多名的 戰鬥人員在底下 爆炸的威力 還觸發當地的一個地震警報 據說有284個地方在狂窯 好像小規模的地震一樣 不只這樣 以色列對真主黨的狂轟猛炸 還空襲了他們南方沿海的一個城市 叫泰爾 有一座大樓 瞬間被這個打到灰飛煙面 你就知道說以色列不只要對付伊朗 還對你伊朗周遭這些小老弟 我打著你看你怎麼養人鼻息 然後看著你怎麼看著老大哥要打 因為讓你們真的想要打我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然後就一路被我挨打 今天我們開場討論到了 共軍在清晨五點 大家順目當中吳玉錦宣布的這一場 環台軍演 圍台軍演 他還有事 美國可不可以 可不可能來派兵馳援呢 他真想馳援 恐怕也被多立分 為什麼 畫面當中你看到的 這個火藥庫開炸了 以色列基地遭到了真主黨無人機 展開攻擊4死60傷 這是去年10月以來 以色列遭逢最大程度的傷亡 美國緊急快遞薩德防空系統 是掌握到伊朗飛彈 這一次會準備猛攻以色列了嗎 而現在更大的麻煩是 哈巴斯已經搜集了 將近兩萬張的相片 鎖定以色列的高樓層的建築 準備複製911恐攻 恐攻的噩夢 甚至已經波及到了美國大選 這項事情真的大條路 13號晚上位在以色列境內的 一個軍事基地 居然遭到了兩架這個 所謂的自殺無人機的這個攻擊 你在這個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這個軍事基地 距離離巴嫩大概有64公里左右 但你現在看到那個畫面上面 好多閃閃碩碩碩碩碩碩那個燈光對不對 都是一整列的這個救護車 要往這個地方去 進行所謂的傷患的救治 那現在到目前為止 訊息大概有4名的士兵死亡 還有61個人受傷 但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這一次是人家講說誰攻擊了 你馬上出來承認 真主黨立刻跳出來 他說對我告訴你 這就是我們幹的 而且他說我這次是第一次 說我現在給你使用這個 無人機攻擊 攻擊你這個 我以後可能還會再繼續 那你知道嗎 事實上對這次真主黨 所使用這個無人機來講 他本身可以攜帶40公斤的炸藥 最重要是他的攻擊範圍可以120公里遠 所以他在遠處的地方 就能夠進行這樣一個攻擊 以以色列來講 何止是以牙還牙 可能要加倍奉還 現在更可怕的一個發展是 他的發動地面攻擊 衝進了黎巴嫩 鎖定真主黨 以色列會不會一點一滴 失去他反攻的正當性 相對的 你豈不讓伊朗展開攻擊 展開報復 為他的小老弟出一口氣 就更具正當性了 所以現在伊朗傳出來講說 他也跟周邊的國家就講說 如果你們選擇 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的話 你很有可能是 接下來被我攻擊的對象 而且據說警告的方式 也提醒了美國 但問題是美國在這一段時間 你可以看到他趕快把一些 所謂的武器移交到 所謂的以色列裡面去 像他最近移送了一組 所謂的薩德反飛彈的系統 甚至在這之前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也移送了 一些所謂的火炮的部分 當然外界認為說 美國去協助這個 所謂以色列 是為了因應 像之前我們看到說 伊朗的這個 所謂彈道飛彈的 這樣一個攻擊 那我們現在以色列來講 以色列他現在獲得了這一些 包含到愛國者 反空飛彈這一些 這個系統 他當然是能夠有效的 去進行這個 所謂的防禦打擊 這些東西 可是對於其他國家來講 現在也有外媒的 這個報導傳出來講說 像周邊的國家 也已經跟以色列講說 我們不會讓你使用 我們的領空 去打擊所謂的伊朗 所以看起來 伊朗的這樣一個 恫嚇的一個方式 感覺上也收到了效果 更麻煩的是什麼 我們真希望接下來告訴你的 這一段預測永遠不要發生 居然 曾主黨收集了 將近兩萬張的相片 要做什麼 正在密謀訓練一隊 一堆趕死隊 準備對以色列發佈恐攻 而恐攻的惡夢 甚至已經迫及到美國本土了 對於以色列來講 他想要報仇 或者他想要對這個 所謂的伊朗 這些進行打擊的時候 他必須要更具有 這個所謂的國際的說服力 結果以色列的軍隊 在最近 他們就想說 我們在加薩走廊的地方 發現了一些這個文件 而且他說 從這個文件裡面的 這個內容來看 他說哈馬斯 曾經策劃 許多的這個攻擊事件 甚至包含到 當年美國911 這個恐怖攻擊 像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那個雙子星大樓 被攻擊的那個場景 他說我在這些資料裡面 我也看到了這個哈馬斯 曾經策劃說要幹嘛 你知道 去攻擊所謂的以色列高塔 而且他說在文件裡面 找到了這樣一萬七千張 左右這樣一個照片 這些照片有幹嘛 你知道有衛星拍的照 然後有無人機收集的照片 還有一些的是 你在社群網站 或幹嘛上面 你去把Google下來的時候 一些所謂的觀光風景照 所以你沒事 為什麼鎖定了 將近兩萬張 鎖定這麼高的一個樓層 你準備下一個要攻擊他嗎 所以對於以色列軍隊來講 他現在就告訴 這個國際社會講說 他們現在收集這些照片 就是為了要攻打我們 這個以色列的第二高樓 他說位在特拉維夫的 這個七十層樓高的 這個叫做 摩西阿維夫塔 基本上旁邊 都是所謂的商業中心 你知道 那如果今天去攻擊的時候 他就是文件上面有提到 如果他攻擊了這個 所謂的摩西阿維夫塔 那這個很有可能會造成 當地民眾的那個恐慌 而且他上面還寫說 因為這個所謂哈馬斯 他也沒有亂寫 他跟你講說 他們懷疑說這個 摩西阿維夫塔旁邊 有以色列國防軍的那個 那個單位在那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塔給垮 那個擊毀之後 也會去傷到 所謂的以色列這個國防軍 所以你去想 這個七十層樓 裝了多少人 今天會打到這個地步 是因為去年十月 屯肯區的那一場大屠殺 上百人就這麼沒命 如果真的去攻擊這個塔 那還得了多少人要陪葬 當然以色列方面 提出這樣的一個訊息的時候 有人會質疑講說 那你這樣隨便講講 我也會啊 你有沒有更具體的 這樣一個證據 結果呢 這個以色列方面 他就講說 有他們在文件裡面 有發現到說 他們其實在裡面 有所謂的作戰計畫 其中有說呢 要用以色列的鐵路系統 去運送所謂的炸彈 甚至還包含到什麼 你知道 他說呢 就實質的 務實的作戰層面來講 他說也有包含到改裝車輛 然後讓這個車輛 像我們一般輪子 不是這個橡膠的輪胎嗎 他說把它改裝成什麼 你知道符合鐵路寬度的 然後用鐵路來運送 因為這樣比較快 沒有什麼塞車的這個問題 你知道甚至從海面攻擊 也有說把這個漁船 變成所謂的高速攻擊船 然後把這個士兵 還有這個炸藥 送到以色列的港口 當然還有 裡面還有一些比較 大家覺得說不太切合實際 例如他說 我們如果這個 所有的現代化交通工具 通通都被這個阻止了 完了之後 我們還可以用嗎 用三人馬車 用最傳統的方式 一個人駕駛馬車 然後兩個人在旁邊 還可以去進行攻擊 或這些 所以這些東西 以色列都試圖在說服大家 講說什麼你知道 說哈馬斯他們是真的要攻擊我 所以我現在所有的 這個所謂的初級 跟我的攻擊 都是為了保衛我自己 全世界都在問 以色列要消滅真主黨的決心 有多強大呢 以色列從他發動地面戰到今天 簡直到了神黨殺神 佛黨殺佛的地步了 你看 最近的發展 連黨在進攻路線上的聯合國部隊 他都敢轟炸 以色列防長已經延遲前往美國 拒絕被摸頭 連以色列的作戰計畫 都不給美國看 因此我們都在問 到底是美國hold不住以色列 還是兩個國家根本在唱雙簧呢 俊翔 以色列軍隊是不是真的殺紅了 我們上禮拜其實就有提到說 以色列軍隊現在是遇神殺神 遇佛殺佛 聯合國的部隊在這邊 他可能都會直接對他開爆 果不其然 這兩天你看到 愛爾蘭兩名軍人 他在這個聯合國的違和部隊當中 他駐紮在以色列跟黎巴嫩 也就是黎南的這個邊境 大概有一個地方叫做納魯拉這個小鎮 那以色列的這個陸軍已經開到了 這個黎南的這個邊境 那開進去之後 他的這個一輛 梅卡瓦的這個坦克 直接對著我們照片 這個示意圖上面的 UN聯合國軍隊 聯合國違和部隊 他的一個料望台直接砲擊 所以造成裡面有兩名愛爾蘭 也就是愛爾蘭他們出的這個軍隊 他們在裡面 兩個軍人啊 重傷啊 你去攻擊違和部隊的料望台 這樣還有天理嗎 而且旁邊是他的軍事據點 對啊 那也就表示以色列 你有什麼正當性啊 以色列的 站在以色列的立場 以色列就講 我之前已經警告過你們 趕快撤離喔 不要待在那邊喔 那我已經講了 你不撤 那我打你 那不就是你活該嗎 那你就不要怪我 所以碰到這個局面 你剛剛講以色列 這不是太誇張 美國 大家就很尷尬啊 美國這時候就趕快強推這個 聯合國的1701號決議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1701號決議 是在告訴大家說 他聯合國在以黎邊境 這邊畫了一條藍線 對 也就藍線呢 就這個地方 這邊是以色列 對 北方是黎巴嫩 真主黨就在北方 對 也就是這一條藍線呢 以色列的軍隊 你不能跨過去 誰跨過去就違反了這個 1701號決議 但同時呢 也對黎巴嫩裡面的這個政府軍 和他的真主黨也有效果 也就是說你這個藍線以內呢 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他就可以協助黎巴嫩政府軍 把這個真主黨的勢力 給驅逐出去 把他消滅 可是這個時候美國 他看到這樣子 以色列已經殺紅了眼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伊朗 據說以色列已經擬定好 對伊朗的報復計畫 因為他料到伊朗 一定會被繳進來 他就要把他繳進來就對了 是啊 伊朗上次的那個 將近200枚飛彈 180枚 以色列還沒有回擊 大家都在看以色列 什麼都要出手教訓 還是對付伊朗 他一定會報復 那他怎麼打伊朗 全部人都在等 美國你以為他不等嗎 他當然也緊張啊 美國會講說奇怪 以色列什麼還沒跟我回報 納坦雅胡什麼時候要跟我講呢 納坦雅胡最近跟這個 美國總統拜登終於通上電話 這是自從今年8月之後的以來 他首度又在通上電話 可是呢 美國官員 不具名的官員有講到說 期待 美國從白宮到五角大廈 都期待以色列可以告訴他們 要怎麼去打伊朗 可是以色列好像拒絕去分享 他要怎麼回擊報復伊朗的計畫 那我就會 所以美國就感到很挫折啊 你這種挫折 你這種被拒絕的感覺 被摸頭 我也不給你摸頭的感覺 美國好像拿以色列沒一折 是 美國好像hold不住以色列 他是真hold不住嗎 還是根本兩個國家在唱雙簧 有可能 因為美國在裡面還藏了一招 就是留了一手 你要知道美國在這個以色列南部 有一個叫做內蓋夫沙漠 內蓋夫沙漠裡面有一個512站點 後來被踢爆說 這個裡面竟然可以容納美軍 一千名士兵在裡面 而且他裡面耗資了 將近三千六百萬美金 他在裡面建設了一個 類似一個 幫以色列一個天界系統 不管是他的這個大衛投資所也好 或者是他的這個鐵球 還有劍二劍三 這些他的整個防禦系統 弄了一個完完成整的一個雷達 以色列 早期預警雷達 他怎麼會讓他的境內 存在一個極機密 過去極少被拿出來曝光討論的 美軍基地在沙漠裡 那當然很少人知道 而且這個地方距離這個加薩邊境 只有32公里 如果我說這樣一個 早期預警雷達的話 大家或許會很很很難 有一些概念可以聯想 但我跟大家講 就是以色列版的新竹樂山雷達 這樣你就聽得懂了吧 可以看得很遠 看得極準 再小顆的被形容是 一顆乒乓球都看得到 是 當然你可以說以色列他面對 到時候伊朗 他有一些這個 如果要報復他的話 要丟飛彈的話 他這個射程 還有這個他的預警的那個雷達 可以掌握到 偵測距離是一兩千公里以上 所以我們講說 伊朗離得再遠上千公里 我都能掌握得到你 那當然他也可以偵測到那個飛彈 所以 美國再怎麼布爽以色列 可是最後你要在一個 解放以色列的這個 這個程度上面 你還是要必須做到說 你有這個 保護以色列的一個地方 而且不只這樣 美國不是一直在提供以色列 很多的這個軍事援助 還有包括高科技的武器 就拿F-35戰鬥機 我們上次有講到 F-35真的是厲害啊 那現在以色列的這個 第二支F-35I這個中隊啊 即將又要開始成軍 那這個中隊呢 他是全中東 唯一擁有這個F-35戰鬥機的 這個國家 那洛克希德馬力公司 當然他會全力協助他改裝 加大我上次說的 保型的這個外裝 讓他可以維持逆中的 這樣的一個設計 還有讓以色列 可以同時有這個任務的電腦 加大他的最在乎的航程 然後還有加掛他的飛彈跟武器 讓他比如說可以飛到伊朗 炸完了再回來 都綽綽有餘 所以你現在看到以色列 不斷強化他的武裝 你就知道說 美國不滿這個以色列歸不滿 但是在重要的關鍵時刻 還有一些節點啊 這些東西他早就幫以色列傳了 好好吃啦 另外一個大家關注的是 伊朗會不會被捲進來 而伊朗如果被捲進來的前提 是不是以色列不顧美國的 所有勸阻 我就打你的核設施 我就打你的經濟命脈 油田 煉油場呢 現在全世界主流媒體 一致的點名這個國家 一旦伊朗被轟了 倒大煤 倒霉鬼 會是中國 跟中國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中國 大家會講說伊朗遠在中東 那中國遠在亞洲 兩邊可以牽得起來 當然可以 伊朗是不是產油國 那當然是啊 可是如果現在以伊朗的 這個石油設施 核武設施 被以色列這個軍事力量攻擊的話 美國除了會緊張擔心 引起整個這樣的狀況 連鎖反應嗎 那中國當然首當其衝啊 因為中國跟他買了大量的這個石油 據估計啊 伊朗一年大概就出廠 350萬桶的石油 有一半以上是用來出口 那一半以上的出口呢 又有一半以上是中國在跟他買的 那這些這個支出啊 包括他的這個光是這樣的一個消費 350億美元出口的這個伊朗收入 對他來說幫助很大 那中國就是最大的 跟他買石油的一個國家 90%的石油出口到中國去 換句話說相互依存 對 伊朗被經濟制裁 中國透過買油 把錢源源不絕的送進去 這樣他可以有效的發展軍武 兩邊是互猛其力 沒錯 那如果我斬斷了 以色列去斬斷了 伊朗的經濟命脈的話 中國沒有油可以買了耶 是 還有當然周遭的波斯灣地區國家也擔心 因為以色列 這個伊朗 以色列攻擊伊朗 伊朗會不會也報復其他國家 像2019年 他就去打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設施 是 所以導致沙烏地阿拉伯 阿巴拉伯聯合大公國 卡達周遭的產油國 他也會緊張啊 所以他就說 如果以色列空軍的戰鬥機 要去攻擊伊朗的話 我們不會開放我們領空 借到讓他去 他要走就走 伊拉克跟約旦那邊 你今天跟美國講 也請美國勸一下這個以色列 是 那剛剛講到說 中國除了跟這個伊朗的衣純關係 非常的這個 這個緊密之外 對 跟他買那麼多石油 伊朗賣到那麼多石油 還有一個就可以驗證出來 兩國的關係 也就是說 最近伊朗的這個總統 他在出席公開場合的時候 被眼尖的人發現到說 伊朗甚至已經部署到 這個一款 他的一個 無人機的雷射導引系統 意思就是說 今天 伊朗最以為好的就是 他的無人機系統 他可以放飛風群無人機 不管偵查 或者是攻擊 查打 不管 他可以去打別人 但是他還要防止別人的 無人機來打他 你得有盾啊 對 就是反干擾 那個盾呢 後來就被人家發現說 怎麼很像是中國的製造 出來的一個 神龍盾 神龍盾是中 中方的一個這個 反無人機的這個干擾系統 它是一個雷射引導的 是用發射雷射的這個方式 那神龍盾甚至吃到 神龍盾500 神龍盾2000 神龍盾3000 都有都是中方的 而現在看到的畫面 這個伊朗的這個東西 真的跟這個中國製的神龍盾很像 它是怎麼樣去 用雷射的這個能力去 反無人機 你現在看到的是 可以穿透鋼板 哇 它的能量這麼強啊 其實它的能量是10 10到20千瓦 那它的這個 巴射的這個 侦測距離 功率喔 對 它的功率 侦測距離是到5平方公里左右 但是它的射程可以到 超過3000公里 我不是只有戳瞎你 讓你掉下來 我直接空中就把你 肢解了 對 把你肢解打蝦 讓你無人機沒有辦法運作 就算你是封群的 是 它那個無人機因為功率不高 但是它可以達到很大的 這個成本跟效果 所以這套系統是 老共把它做的 對 結果這樣一個套系統 不只它每次可以運行長達200秒 它這個 節省的效能還蠻大的 而且 充電的時候不用5分鐘 這在打仗的時候很快耶 所以 為什麼第一次交戰的時候 它就可以充電充足 那看到這個系統你就不難聯想到 一個是賣它石油跟它買石油 那一個呢是又提供它的 這樣一個反污人機的高科技的干擾 也難怪當這個 如果伊朗被報復的話 剉類彈的當然是跟中國有關啊 另外一個更讓人擔心的一個層面是 如果中東的戰況繼續亂下去 繼續打下去的話 多久已經消失在主流媒體篇幅的 ISIS恐怖組織會趁亂再起嗎 以色列情報單位最近就宣布說 瓦解了ISIS在他們這個以色列境內 就是靠近這個月旦河 還有這個沙薩地區那一些的 這個攻擊恐怖的陰謀行動 把它給瓦解了 可是剛剛講到ISIS會講說 幾年前那不是伊斯蘭國 全球籠罩在這種恐怖攻擊的陰影之下嗎 有可能現在在歐美地區 尤其是歐洲啊 各國又要開始發生這樣一個事情 因為最近我們其實不常 很少人注意到外電 就在歐洲各國家最近開始有一些賣場啦 失火啦 倉庫起火啦 爆炸 其實都被歐美的情報單位 還有包括以色列在內 認為這跟ISIS還有這個恐怖攻擊 脫不了關係 而這些恐怖組織的活躍 也可能跟我們上次講的 俄羅斯和伊朗都有關 因為現在以色列打伊朗啊 那你就是要跟伊斯蘭世界為敵啦 那俄羅斯也希望說越亂越好 你不要只關注在俄烏戰場 最好到處遍地風火把這個焦點能夠集中 移開一點 他可以好好的這個對付烏克蘭 所以這一些的情況加成作用之下 是不是ISIS將在其他的恐怖攻擊 陰影從以色列境內最近開始發生一些零星的這個 恐攻事件衝突 然後蔓延到歐洲地區 都是值得大家關注啊 中東局勢 但是我們再一次看到以色列真的好兇 你放眼全世界大概只有他的斬首行動是 連環斬斬斬斬 現在我們看到首度曝光的 2000磅的鑽地空襲的第一視角 這一次的行動斬殺了 珍珠黨領袖納斯拉勒本人 還有他的繼任者 還有繼任者 繼任者通殺 更可能是地面戰 以色列的地面部隊正在黎巴嫩境內清角 針對珍珠黨可能藏你的地道 通通用水泥把它封死 要把地道變成萬人種嗎 背後滲透的最大幕後的扮演的角色 居然是以色列18年磨一艦的9900神秘部隊 那是什麼樣的一群人啊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講一句話 我們的世界怎麼了 怎麼了 四大爆點 中東越來越可怕 俄烏越來越可怕 是 南北韓 北韓在今天 北韓正式通知美國 是 他從來不通知美國的 他要幹嘛幹大事了嗎 一個 我跟南韓之間的鐵公路 全部封鎖中斷 是 第二個 邊境的要塞 我全部要強化加固 開戰前的訊號嗎 對 現在一個最新最重要的發展 是 曾祖党求和了 這不可思議的事情 曾祖党以前有一個說法 一年前就講了 加薩不停火 我們不停火 是 結果現在曾祖党講了一個新的講法 不用跟加薩停火 綁在一起 單獨談停火談判 他被外界形容是伊朗團夥當中最硬的那個拳頭 為什麼轉變了 好 為什麼 第一個 他跟加薩綁在一起 現在他跟加薩脫鉤了 第二個 以色列現在要打伊朗了 他跟伊朗等於也脫鉤了 你打伊朗好了 我單獨跟你求和 為什麼要求和 因為以色列太恐怖 太不可思議了 我告訴各位 這個是曾祖党的首老 長期的首老 他擔任曾祖党首老25年 曾祖党首老25年 他叫做納斯拉勒 結果9月15號被以色列炸死 以色列早了他25年 居然現在9月15號把他炸死 他的接班人叫雅丁 10月4號以色列把他炸死 雅丁的接班人 新的領袖叫做薩拉丁 是 是納斯拉勒的表弟 對不起 現在又被炸死 哪有這種斬首 就是我剛剛講的 斬首的領袖本尊 他的繼任者 繼任者的繼任者 通殺 告訴你 這絕對真的 為什麼 那坦雅胡出來開國際記者會 他說什麼 說 殺 殺 為了彌補 政主黨領袖的空缺 他們就開一個會議 對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了嗎 沒人願意當 開了12個小時 選不出來 誰上去 誰就是下一個要被殺的 最重要這個人 這個人叫薩逸德 他本來機會是最高的 大家都推選他 對 你知道他說什麼 No 我不當 為什麼不當 擔心妻子的安危 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各位 西線作戰 地面部隊已經進去了 是 各位 他厲害就是因為 他現在的這個 GPS定位的碉堡克星 導引太厲害了 一打下去 你知道幾公尺 幾公尺 20公尺的大洞 很準耶 20公尺的大洞 你不可思議的 王老師你剛剛提到的 一個關鍵字就是 地面部隊已經翻山越嶺 直接在尼巴嫩展開地面作戰 他們在那邊 進行怎麼樣的戰鬥呢 以色列就是三個字 殺無色 我剛剛講了 他空襲 用碉堡克星 你藏在地下 我全部把你炸掉 是 然後我地面部隊進去 你藏在地道裡面對不對 我告訴你 他用玉瓣水泥車來 我根本不去打你 你拿水泥車來幹嘛呢 我就把你的入口 全部用玉瓣水泥車封死 一個一個封死 我就再讓你在地道裡面等死 就地震亡 你把它變成萬人種了 對 所有地道 全部我不清理 不掃蕩 不去打擊 好狠喔 我就玉瓣水泥車 一輛一輛開進去 是 全部就把你封死 封死 封死 我看你再躲到地道裡面 那我問你 地道是極其神秘 而且難以捉摸的 以色列怎麼可以這麼轉轉到 這邊有地屬 那裡有地屬呢 好 這真是我要告訴各位 以色列真的全世界我認為最厲害的國家 情報最厲害 好 大家知道 那是那是您當了珍珠島25年領袖 對 以色列多次要殺他 其中有三次 從2006年開始殺三次 第一次 砰 炸下去 情報錯誤 對 他不在這地方 對 第二次 第三個情報是正確的 是 他躲到20公尺 他很深啊 炸彈只炸了15公尺 對 沒把他炸死 好 這一次 為什麼把他炸死 我告訴各位 大家一定以為是摩薩德對不對 錯 摩薩德是做間諜活動的 現在以色列有一個多厲害的部隊 他叫做巴厄洞洞部隊 巴厄洞洞部隊是屬於國防部情報局 下面有個更厲害的小隊 叫9900 9900我跟大家 我認為全世界最厲害 他們做戰場描繪 整個戰場描繪 他怎麼做呢 我跟你講幾個 真的知道 第一個 無人機衛衛星長期 在黎巴頓 鄭主黨上面 啪一隻環音 然後用AI大數據去做統計 對 就把你的部署 人員多人員少 什麼地方有火箭的 描繪得清清楚楚 這第一步 是 第二步我告訴你 然後 他開始滲透 滲透聽清楚 滲透進了所有 好 你 徐俊相 我為了被竊聽 我不用手機 是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你的朋友 手機 電腦 甚至電視遙控器 全部 都被害進去 我本質上 我還是監控著你了 那你只要一聯絡 你通通知道 還有一個 連你家裡面 電視遙控器 你都沒想到會被害進去 好可怕 為什麼 電視遙控器一開 再看 東盛 幼幼台 就知道是你 小孩在看 所以真主黨自以為躲在地道沒事 你在摩薩德 在9100小隊的眼皮子底下 根本是楚門的世界 當然 當你在看 這個五七報新聞 我就知道是你本人在看了 或者是你家的誰在看 對好 這第二個 他用這兩個已經把你行蹤到還沒完 第三個 他用18年的時間 開始把人 他的人 全部散透進去 因為人好散 好散 2012年 敘利亞爆發內戰 對 真主黨 馳援他 大舉招募新人 是 他新人裡面 一堆都 你說是以色列人混進去 當他們的 哎呦 這些人 全部混進去 當真主黨的新兵 18年來 他把他部隊 誰是領導人 誰是幹什麼 駐紮在哪裡 整個戰場地圖摸得清清楚楚 第四個 真主黨真是想不到 真主黨有一個就是他的幹部 或者領導人走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有一個盛大的慶祝 盛大軍一定有個烈士海報 注意看 有烈士海報 看到沒有 棺木上一定有個烈士海報 好 烈士海報會註明 這個人是在哪裡被炸死的 是 這個人是屬於什麼部隊的 但是什麼職務的 彰顯他的一個過往 以色列知道 這個人是什麼部隊的 什麼旅的旅長 對 他在哪裡被炸死 那個旅就在那個位置 旅布連就在那個位置 自曝你的基地位置 他根本不知道 他用了18年時間 把這些 所有的烈士海報 全部收集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這個部隊駐紮的地方 誰在什麼地方 我告訴你 早就摸得清清楚楚 所以這一次 他要去把他的領導人 為什麼這麼準 砰一個炸死 砰一個炸死 全世界沒有這麼厲害 我告訴你 他花了25年的時間 努力滲透 收集情報 全部收集得好好 用語一彈 所以你看 以色列多厲害 他用了多少精神 去做這些事情 老師你剛剛提到了 今天如果他可以花18年磨一箭 殺到鄭主黨 現在投降了 180度 我不站了 我們來和談吧 可是你剛剛又埋了一個梗 你說更恐怖的是 伊朗跟以色列終須一戰 以色列跟鄭主黨 雖然殺的這個雪光四射 但真正中東戰爭的觀念 以一會不會終須一戰 我認為終須一戰 我跟大家講個例子 現在這個時間 伊朗以色列國防部長 應該在什麼地方 在以色列啊 在華盛頓 約好了他今天要跟美國國防部長 在華盛頓會談 所以他現在在美國 對不起不在 他出發前一個小時 一個電報打去華盛頓 不來了 延遲 我現在不來 我延遲來 什麼理由留住他了呢 因為他知道美國要勸他 他不能給承諾 他不要去 那美國要給他取下什麼承諾 華盛頓郵報說了 華盛頓郵報說 美方向以色列承諾 第一個 你不打特定目標 什麼叫特定目標 核設施油田 這兩個你不要打 核設施油田 你不打 我就給你補償 是 什麼補償呢 全面的外交保護 武器援助 就是你只要不打他的核設 以色列國防部長不敢去 去的話 你逼我簽這個 我就不知道 所以各位 他居然臨時延遲去 非常非常可怕 現在傳出來 以色列決定摧毀伊朗十個城市 但是目前傳出來消息是 他不打核設施 他不打油田 他打兩樣東西 一個是跟太空有關的設施 太空基地 太空發射中心 太空發射台 第二個 飛彈基地 如果他只打這兩個 這個中東戰火 還不會一下爆發 你說的是如果 但接下來馬老師 要帶我們來看的是 非以所思 美國要拉住以色列的拳腳 不能打核設施 怪了 說不能打 為什麼伊朗的核設施 周邊發生了詭異的地震 而這個地震是自然形成的地震 還是地體核爆呢 各位觀眾 現在出現一個 超級超級超級大的變化 10月5號的晚上 居然在伊朗薩姆南省 發生了一個4.6級的地震 馬老師 地震有什麼 伊朗本來就在斷層區 發生六四年級 這個地震有三個不尋常 第一個 沒有偵測到壓縮波 地震一定要有壓縮波的 為什麼沒有壓縮波 第二個 它在伊朗最大的沙漠中心 為什麼會在沙漠中心有地震 第三個 只有這一個主震 沒有餘震 沒有餘震 你看這個波形後面乾乾淨淨 沒有餘震 沒有餘震 好 現在所有的人都在懷疑 這是一次 在地底十公里的核彈事爆 真假的 那這核彈事爆 為什麼在這時候事爆 就是讓美國跟以色列知道 我伊朗已經做出核彈了 不要逼我 我已經有核彈了 我已經做成功核事爆了 你逼我打得我太兇 我告訴你 伊朗已經是核彈擁有國了 以色列有沒有核彈 沒有啊 以色列有啊 以色列有核彈 以色列當然有核彈 而且世界估計 以色列有八十枚核彈 但是大家都不講 你伊朗現在用核彈來威脅我 會不會直接先下手為牆呢 要看美國提供的保護到什麼程度 以伊會不會大戰 全世界都在問這個問題 更大的問題是 以伊如果發生大戰 會不會引發世界大戰 觀眾朋友 您在收看報新聞的分分秒秒 隨時伊朗要對以色列展開 極為猛烈的襲擊跟反攻 為什麼 我們先問 以色列的死亡筆記本 又把誰給斬首了 伊朗已經預告了 接下來六個小時 取消部分航班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正在播出 報新聞的同時 伊朗隨時會有反擊的動作 伊朗一改過去克制的立場 現在已經為最壞的局面 全面來準備 那就是以色列的猛力報復 最艱難的時刻 已經要到來了嗎 事實上中東的 這樣一個局勢的緊張 我跟你講 從各個的小動作裡面 你會發現到好像戰爭 真的一觸即發 是 現在伊朗的民航組織 居然宣布 從當地時間6號開始 要用營運限制作為理由 取消國內機場的部分航班 那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 取消部分航班 那意思還能飛 沒有告訴你 基本上它等同於是機場要封閉 而且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是 等於是我們現在在播出的時候 它已經開始生效 什麼原因要進空 這個機場附近的空運 因為過去認為說 可能在伊朗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領空的部分 接下來也很有可能 要嘛就是被發動攻擊 不嘛就是它可能 自己要發動攻擊 所以現在看起來 伊朗確實把很多泰事 做得非常足 尤其像像畫面上面 這種私之攻擊之外 伊朗現在也跟你做大外宣 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的這一個 伊朗居然用說 我告訴你 我的彈道飛彈是發射 而且你現在看到 這不是電腦特效 他們居然發射無人機 用無人機在空中 對準他們這個 所謂的陣地的部分 同步這樣飛彈都發射出去 這個是無人機的一個視角 拍攝出來的 伊朗飛彈發射的畫面 而且它的無人機 基本上你看它定位 就定在那個地方 沒錯 所以它那是特地去鎖定 而且就拍給你看說 我告訴你 我萬彈齊發的畫面就是這樣 而且現在也被發現到說 像伊朗 它這一次看起來 攻擊的這個對象 應該是在這個所謂的以色列 對不對 可是伊朗跟以色列 基本上不是在邊界跟邊界 交界的國家 它不是上千公里遠嗎 它中間還隔了約旦 沙烏地 阿拉伯 敘利亞這些國家對不對 結果現在他們發現到 很有可能他們是用到 就流星三型的這個彈道飛彈 這個彈道飛彈 是屬於中層的彈道飛彈 你看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而且它是屬於液態燃料式的 所以代表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液態燃料式 它又採取所謂的公路機動式 也就是我要發射的之前 我才把這個所謂的 液態燃料灌進去了 那它可以打多遠 可以遠到 打得到以色列嗎 它現在號稱 是說它的射程 大概是在2000公里左右 那打得到 對啊 所以如果它今天 要跨國的這個 來進行攻擊的時候 看起來最有可能 就是使用所謂的流星三型 好 人軍我問你 在上個禮拜之前 我們看到了 以色列在K哈馬斯 以色列在K夜門的時候 伊朗相對克制 為什麼它突然一氣之間 拉高了對戰的態勢呢 在這段時間裡面 大家會發現到說 伊朗之所以把這個態勢拉高 很有可能是一些 它所謂的實質的領導人 在這一次這個被襲擊 或幹嘛 有可能陸續都喪命了 現在傳出來講說 伊朗的指揮官很有可能 死在黎巴嫩的轟炸事件當中 那這個是它的 所謂的革命衛隊的經濟 一個叫做聖城旅的指揮官 那傳出來講說很有可能 以色列當時 在空襲黎巴嫩的時候 這個卡阿尼就已經 這個所謂的空襲身亡了 你的意思是說 就上個禮拜的事情 2000磅的專地帶了夯下去 斬首了真主黨的領袖 同時也斬首了聖城旅的指揮官 而且這個指揮官 據傳當時是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真主黨的接班人薩菲丁 他們這就是在這個所謂的 地下總部這個地方 進行秘密會議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身亡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證實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以色列方面現在傳出來 還不斷的用無人機在攻擊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真正深入到地下那個地方去看說 到底這個死傷狀況有多少 我問你 以色列的死亡筆記本 如果鎖定了這個聖城旅的指揮官 卡哈尼卡哈尼 他很重要嗎 他當然非常重要 因為他是蘇雷曼尼的繼任者 你知道嗎 蘇雷曼尼 是啊 而且你想想看 他們這被稱之為叫做 精略部隊叫聖城旅 是 就代表是他們其實手段 也是非常非常的兇殘 你知道嗎 所以接下來對於這個 以色列來講 他之前所謂 一開始說用什麼 BB扣呼叫器 然後再來就跟你講說 什麼無線電 對 現在跟你大規模的 進行所謂的空襲跟轟炸 對於伊朗來講 如果他這些所謂的繼任者 真的都是這樣一個一個 就遇行身亡的話 伊朗有沒有可能 真正就發動更強烈的攻擊 所以他對付伊朗跟先前對付 珍珠島一樣 我不但斬首你現任的指揮官 連可能存在的繼任者 我一個一個一個 我都要收拾 所以現在大家在觀看 就是以色列 如果你今天要把戰事擴大 或者是你一次 就把它斬草除根的話 美國的態度就很重要 你知道之前 像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被問到說 以色列在這個攻擊的時候 是不是要去攻擊 這所謂的核子設施 拜登基本上他的態度 都是什麼你知道 他都是不贊成 因為他比較希望就是說 以色列跟這個所謂的伊朗 或以色列跟黎巴嫩這些 他應該要有一個和談 要有和談的空間對不對 可是現在在選總統的 另外一個人叫做川普 川普他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就抱持不同的意見 他直接講說 拜登那個回答是錯的 為什麼 他說以色列本來就應該 攻擊伊朗的核子設施 他說你伊朗 之前也不斷的用飛彈 去打這個以色列 但以色列也是受到損傷的 所以他說什麼 他說直接攻擊他這個核子設施 他說我覺得 我的答案是你們所想的 你嫌事情鬧得不夠大嗎 而且大家會講說 你如果去打他這個核子設施 會不會把戰爭變得更為擴大 甚至一發不可收拾 你知道嗎 川普居然 他果然是川普 他說先打 打了以後 再去擔心其他的事情 如果以色列真的展開了 最猛烈手段的報復 他會怎麼做呢 事實上我們剛剛看到說 伊朗在做大外宣對不對 我跟他以色列在最近也很奇怪 你知道嗎 他的這個所謂的摩薩德 發布了一篇旅遊指南 那我們講以色列的摩薩德 他要發布旅遊指南 旅遊跟你摩薩德什麼事 而且再來就是旅遊指南 要嘛就旅遊以色列對不對 沒有 他居然公布的是這個地方 是一個電廠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電廠 它居然是伊朗的電廠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摩薩德你的旅遊指南 去公布伊朗 而且很特別是什麼 你知道 他用這個空拍的部分 他們把整個伊朗的所謂的 最大的循環發電廠的影像 跟附近的景色 全部拍給你看 代表什麼 你在周邊的資訊 我都有 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是不是有點預告了 如果我要猛烈回擊的話 我第一個就打這個電廠呢 事實上這個電廠 它的發電功率 將近三萬千瓦你知道 目前也是德黑蘭用電的 最關鍵的一個電廠 所以他現在表面上 跟你發布旅遊指南 當你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直接告訴你說 你這個電廠 其實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你知道 我如果今天要攻擊你 很有可能 我是勢在必得 打電廠 同時也要打遊場 打這個練遊場 那個是他經濟命脈 什麼打蛇打七寸 遊場就是伊朗的七寸 如果今天真的要斷掉一個國家 最大的後援 經濟力的部分 如果你把它一次摧毀掉 我跟你講 基本上很難持久你知道 所以現在傳出來講說 其實以伊朗來講 它最重要的外匯的 這個所謂的來源 其實來自於石油 現在的傳出來講說 很有可能伊朗 對 以色列 會針對這個哈格島這個地方 有可能會產生攻擊 為什麼 因為伊朗的石油出口設施 是幾乎其中在這個所謂的 波灣北部 其中最大的地區 就是在哈格島這個地方 有90%的伊朗原油 都是從這裡出發 所以這裡都有非常多的這個油庫 但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這邊被攻擊的時候 現在國際已經開始在預判 就是如果你今天OPEC的這些國家 沒有增加生產的話 很有可能 這個地方一被攻擊的時候 全球的油價一桶 可能會上漲20美金左右 這一上來之後 對於全球的波檔 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 最近的伊朗 在更早之前爭主黨 然後再來哈馬斯 南方還有一個夜門組織 以色列你到底要幾方開戰 你要把這些地方 通通加薩化嗎 所以現在要不要和談 老實講 你以色列要有想法 伊朗也要有想法 甚至你剛剛所提到的 其他幾個周邊國家 他們都必須要有共同的看法 之後才有辦法往下走下一步 沒錯 但問題是以色列的國防部長 居然去警告伊朗說 我跟你講 我不管你的想法是什麼 他說你只要小心你的下場 可能會變成加薩或黎巴嫩 那這代表就是說 你伊朗很有可能接下來換我 以色列要針對你了 這個第一個來自於是 美國官員現在已經表示說 哈馬斯的領袖叫做星兒 他以前大家一直在 希望能夠遊說就是說 你這個以他的這個戰爭 大家能夠有和談的這個機會 但是現在講說這個星兒 自己本身的看法日趨悲觀 而且對於大家原先希望推動 所謂的停火協議 現在開始已經這個進行否決了 為什麼 有一個說法是說星兒 他自己覺得很有可能 你這個戰爭再繼續打下去 我有一天也會死在戰場上 所以如果今天 我遲早都要死的狀態之下 我乾脆去攻擊以色列 把以色列陷入到規模更大的 區域戰爭裡面 那讓你以色列父輩受敵 大家打一打一頭 搞不好我也可以化解危機 那我問你 所以從以色列的角度來講 你這個哈馬斯的領導人星王 你如此的口出狂言 他第一個死亡筆記本 就應該對他展開斬首行動 所以外界也認為說 你這個所謂的以色列 很有可能不會被你這個 所恫嚇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他的情報組織 跟他這幾天所展現的決心 就是我不退讓你知道 這裡面比較特別就是 你剛剛所提到這個像星王這個 現在有卡達的官員說 這也很奇怪你知道 因為星王從這個八月份之後 到現在為止 幾乎沒有公開露面的 這個是非常極少數 在當時公開露面的一個畫面 而且傳出來講說 因為之前以色列不是很厲害 用什麼BB code 用那個什麼無線電 然後就給你轟炸對不對 就炸死你這樣 現在傳出來他已經 回到最原始的狀態 星王對外溝通只使用紙跟筆 用寫的你知道 用寫的就不會有電波洩漏的 這個問題 而且你知道嗎 說他雖然已經沒有公開露面 但是他到底人在哪裡 現在也不知道 有個說法是說 星王很有可能已經被殺了 你知道 可是你又沒有證據 結果也有訊息講出來 講說這個星王很有可能幹嘛 你知道 因為之前這個所謂哈馬斯 有抓了一些人質 對於這個美國或其他國家來講 人質的安全最重要 所以星王很有可能 跟其他的人質這些綁在一起 你知道嗎 你要殺我是不是 那你連你的人質一起殺 你再給我鑽地看看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 因為這個訊息一定是什麼 刻意被放出來 也就是說 美國你知道美國 如果他今天要進行 這個所謂的轟炸攻擊的時候 他一定要確保 你說周邊這個無辜人員 要減少到最低的死傷的狀態之下 但是所以這個訊息一出來的時候 感覺上其實希望也做足了準備 好 觀眾朋友 當我們再看到了 越來越危急高張的中東局勢 真正牽動全球經濟的 還不是剛剛看到的地道戰 而是這個地方 夜門胡塞組織 如何變成了全球經濟發展 最大的一個衛爆彈 過去我們看到 這個胡塞組織來講 大家都常常提到 但問題是夜門在最近 居然被人家攻擊 就像你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而且看起來都是用 所謂的戰斧飛彈來進行攻擊 這是美軍的這個 喬治亞號的這個潛艦 居然攻擊了大概15個 胡塞武裝組織的 這樣一個目標你知道 而且當時美國就已經直接講說 我打擊的目標 是要進攻性的 軍事能力的地點 然後我把你給摧毀掉 斷你手腳 讓你這個胡塞組織 沒有辦法再繼續走 因為這一次出動 所謂的喬治亞號的這個潛艦 它本身可以攜帶 150枚的戰斧巡翼飛彈 你還記得 滅國神器 美國當時在攻擊的時候 是戰斧就一直飛… 就這樣一直打 而且以目前來講 夜門有多少能夠攔截的能力 現在看起來 它這一次你剛畫面上面看到 這樣不斷的 全被打到 對啊 所以看起來是 美國也希望用它的武力 實質去恫嚇所謂的胡塞組織 所以美國為什麼 花這麼大力道去斷 胡塞組織的手腳 因為它變成了海上油援運輸 最大的一個威脅了 過去我們看到這些 所謂的胡塞武裝組織 其實很久一段時間沒有發動攻擊 但是他們也會看說 當局勢很亂的時候 我就趁你亂要你命 在這一段時間 胡塞組織居然去襲擊 所謂紅海上面航行的船隻 而且它攻擊的居然是 外國船級的他也給你炸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所看 他居然去炸英國的郵輪 你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他使用了所謂的 彈道飛彈 還有巡航飛彈 無人機跟無人艇 去攻擊這些所謂的郵輪 完全已經不講武德了 而且更誇張的是什麼你知道 他說我不是無差別的攻擊 你不要這樣污蔑我們 他們居然去鎖定就是說 我之所以打你這個船隻 是因為你這個船隻 所屬的航運公司 你之前曾經把你的船 放在以色列的港口這裡停泊 你因為你在那裡停泊 所以他直接懷疑你說 你是跟以色列是有壞面 你知道他居然發信 去講說怎麼樣 他說你們被我攻擊的這個公司 你們自己要去承擔這些責任 所以你們以後這些東西 都要禁止去停泊所謂的 這個以色列的港口 不然的話怎樣你知道 你整家公司的船隊 都會面臨被我制裁的命運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 以色列一國要對上 東西南北四滅八方的 伊朗聯盟 美國身為以色列背後的 靠山強力的後盾 你不可能不費吹灰之力 美國用盡多大的力氣 一樣幫忙在抵擋以色列聯盟呢 以色列的底氣最大 還是來自於美國 所以你現在看來到的是 像伊朗什麼 如果要攻擊這個以色列的時候 美國一定要給予他很多的援助 你看在這一次裡面 美國去攔截伊朗的飛彈 現在傳出來講說 他總共使用超過10枚的 標準三型的這個飛彈 但問題是什麼你知道嗎 以美國現在來講 因為他也有國防預算的問題 還有他生產量的狀況 他一年大概只能生產15枚的標山 一年15枚 所以他這一次 為了攔截伊朗的飛彈 一次用掉他一年的這個生產量 你知道嗎 接下來就要看了 拜登在任內的這最後一段時間 究竟要採取什麼樣力挺的態度 而且程度到什麼地方 就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世界各大火藥庫都開炸了嗎 在剛剛我們看到了 美中如果開戰三密碼 一步一步走向開戰邊緣 兩大火藥庫從朝鮮半島到台海首當其衝 那就更別說 導播我們來看到 在歐洲的地方 烏克蘭跟莫斯科兩國的這一場戰爭 目前普丁一步一步推向了核戰邊緣 更不要提這邊幾把火 已經數不清楚了 關鍵在藍色的以色列 以色列痛打真主黨 現在又劍指伊朗 更可怕的是 美國想方設法要拉住以色列拳腳 沒有 他一拳打到了在敘利亞的俄羅斯空軍基地 連普丁都敢海K 我就問全世界的所有的火藥庫 一筒一筒燃爆 中東這把火 這幾把火 怎麼善了 各地戰火事起 現在國際其實都炸了一旦 因為現在伊朗已經宣稱說 他在兩天前發射了這個 180枚 也有人說200枚 反正就是差不多200枚上下的飛彈 這個發射巡弋飛彈去擊中了以色列 多方的這個基地還有陣地 你看到沒有 彈如雨下 那當然了 伊朗還宣稱說 我擊中了以色列 包括空軍F35I戰鬥機的大本營 他的哈瓦廷的這個以色列空軍基地 還有這個以色列的這個特諾盧爾空軍基地 尤其像我剛剛講的哈瓦廷這個空軍基地 他標注起來 剛剛大家看到彈如雨下 那有幾個地方 他說至少炸了32個彈孔 然後呢 其中還炸到一個機棚啊 但是我覺得 他是炸心虛還是炸極末的 那除了知道說這個空軍基地 的確有敞篷的損失 但你知道嗎 以色列的空軍戰鬥機 尤其是F35I 那是多先進啊 多麼重要 一架都超過一億美金 會停在這個空軍基地 讓你炸嗎 而且通常都已經在空中了 然後就算你炸中的時候 宣稱炸中他的一個機棚 你好不容易炸極末炸到一個機棚 結果機棚裡面沒有飛機啊 那你炸了這些目標 他不就浪費你的這個飛彈嗎 好所以我們看到了 他所有的箭指對外聲稱 大外宣都說我打以色列的F35 我打摩薩德的相關的設施跟總部的據點 問題是F35後面加一個I 地表最強的F35版本 豈是你要打打得到的呢 那個I 可以說是AI的I 也可以說是大腦的意思 為什麼因為 不管以色列伊朗都要進行戰爭宣傳 但是說到了這個以色列 可不跟你來宣傳這一套 我就是死打死 比如說這一張照片呢 是之前全球第一架F35系列的戰鬥機 為什麼我講F35 F35有ABC啊 我們台灣一直想要買B或者是C啊 那以色列有的是F35I 以色列空軍的F35是 僅次於美國空軍的F35戰鬥機 他是全球最接近美軍的F35戰鬥機 最客製化功能和任務電腦最強大 他這個之前的照片 影片大家看到這個是什麼 F35戰鬥機發射了這個空對攻飛彈 箭四三型是以色列國產的空對攻飛彈 他竟然擊中了從夜門發射了這個 巡弋飛彈要去攻擊以色列 結果在半途就被以色列F35I的戰鬥機 發射空對攻飛彈把它給攔截擊毀 等等 你可不可以用更白的方式 我看這畫面我覺得不可思議 你居然空對攻打的不是飛機 打中飛機都很厲害了 你居然去擊毀飛的這麼快的巡弋飛彈啊 是巡弋飛彈通常它的速度 可能都要超過兩三馬赫 那有的甚至可以到五六馬赫 那就變成接近幾因素 那就用手槍打蚊子嗎 是 而且以色列的空軍戰鬥機 F35I也是很快速的移動 那你快速移動 你又要用你的空軍戰鬥機的 這個空對空的機翼掛的飛彈 發射出去打他 你要抓到很精準啊 而且還讓人算到他的距離 因為巡弋飛彈不是呆呆的在那邊等你打 他是一直在移動快速移動 你還要追他或是攔截他 結果全球實戰 就是在去年10月7號 以色列被哈馬斯發動突襲之後 他對於這個夜門突襲的這個飛彈 這個就把他打下來了 他是什麼怪物啊 以色列的F35I 這個I就是以色列的那個I 可是他怎麼會這麼強大 那就說到以色列的這個F35I戰鬥機強大 就在於他有一個任務電腦MDF 這個是美國幫他客製化的 為什麼說F35I是以色列I 那也是他的這個大腦的I 還有以色列有一家國產的航太公司 叫做IAI 那IAI也幫以色列這個F35I戰鬥機客製化到 他上面有一個類似我們Link16那種 博勝案的那種大腦 他這個可以跟地面通連 而且他裡面的這個任務電腦 你可以說是空軍的電戰系統 也是他裡面所有的資訊 都在他這個F35I戰鬥機當中 他裡面呢 可以有很清楚的目標資訊 包括飛彈地對空飛彈 防空飛彈的陣力在哪裡 雷達在哪裡 部署在哪裡 地形地貌全部資訊一目瞭然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不管是哈馬斯在加薩的 或者在黎巴嫩的政治黨 那個地道密密麻麻地道一升起來 就是地對空 通通不定時的在這個地方 不斷地更新 不斷地掌握 你有多少個基地在地底下 對 所以去年10月7號被突襲之後呢 以色列的這個空軍F35I的戰鬥機 就經常去執行空襲的這個轟炸任務 那包括對付哈馬斯在加薩走廊 也包括前一陣子對這個夜門 去攻擊他的這個油庫 還有重要的這個河台達 還有包括在黎巴嫩甚至敘利亞 以及伊朗 都可以看到他中移 伊朗大家會覺得 遊臨遠啊 近平 但我跟大家講 對 F35戰鬥機他的這個 作戰半徑跟航程 那就是1200公里 油料不夠多啊 F35是逆中 你飛得過去飛不回來啊 是啊 逆中戰機 雖然以色列有7架 POIN 707的這個空中加油機 但空中加油機 你必須要有戰鬥機保護 而且你空中加油機 如果是在以色列領空的話 那你對他幫助不了啊 那你怎麼用F35去打伊朗呢 他就要加掛寶型油箱 跟他的副油箱 有人說 那你加掛布油箱 你這不是逆中戰機 你加掛布油箱 他沒有辦法保護 他原來的這個戰機設計的構型 會破壞他的逆中設計 你就不能逆中 以色列跟美國說 沒關係 我不要逆中 伊朗跟敘利亞黎巴嫩的雷達 也不會強到多少 反正也沒差啦 沒差啦 我要求的是 這個射程作戰的半徑 跟這個航程啊 比我的逆中更重要 但是以色列國產公司和美國 還是想辦法再幫他研發 包括加掛一個600加倫的油箱 副油箱 還有寶型油箱的這個設計 能夠又兼顧到以色列的作戰半徑 他的航程 又可以兼顧到他逆中設計 但以色列就是不管 我就是要以航程為主 所以可以拉到2000公里以上 足夠我飛到伊朗去炸他 伊朗的一些設施 我再飛回來作戰 所以你現在全世界等著看 你剛剛描繪的那樣的F35 改良 飛得更遠的 這樣的一個隱形戰機 會不會就在最近的某一個時刻 被他發動奇襲 去突襲伊朗 去報復伊朗 帶如雨下一碗180枚的空襲攻勢呢 我們等著 肯貝想到居然等到了 以色列管不住拳腳 他連俄羅斯基地 都敢打 對 他好像對美國俄羅斯啊 一個老大哥 一個是這個 算是關係也長期良好的 好像都 這個有點當成馬爾東崩啊 但有人講說 以色列這一次攻擊 這個哈馬斯又攻擊 黎巴嫩又攻擊伊朗 似乎失控了 沒有錯 沒有人能夠拉出這個脫江的鹽 美國的話他也不聽了 CNN就有報導 白宮影響力有限 是啦 10月7號以後 當哈馬斯突擊以色列 造成重大的慘重傷亡之後 以色列就不太提美國了 包括之前聯合國也不是有人員 在那個加薩走廊被炸嗎 是 聯合國跟美國都很生氣啊 要求這個以色列要克制自治 那談亞胡 以色列的總理就不太甩美國總統拜登 也不太甩這個聯合國 所以 當這一次的CNN報導之後 還有包括美國媒體記者 去問拜登說 請問拜登總統 這個 是不是這個以色列 要攻擊伊朗的一些設施 你們正在討論 能夠有一些謹慎克制的方案 結果拜登說 我們正在討論任何的可能 跟以色列討論當中 那是不是要攻擊伊朗的石油設施 也在討論 也就表示說 納坦亞胡並沒有答應他 是美國單方面的情願啊 那我問你 如果當拜登 hold不住納坦亞胡 hold不住以色列 以色列就變脫江野馬 隨便他打誰 到處點火 誰來收拾中東這一盤旗呢 這就是美國最擔心的 所以一方面派海空母艦去 然後一方面 俄羅斯會不會發揮一個關鍵的角色 為什麼跟俄羅斯有關 以色列跟俄羅斯長期關係也不錯 不管俄羅斯怎麼跟烏克蘭開打 你看以色列儘量的維持站在中間 不去得罪美國也不想得罪俄羅斯 可是最近喔 這兩天戰局有點急轉直下 以色列居然去攻擊俄羅斯 在敘利亞的空軍基地啊 這有沒有搞錯啊 他不伴普丁火大嗎 我告訴你 因為以色列他在出動空軍 這個轟炸奇蹟的時候 他發現在敘利亞軍內有一架 有一個這個赫梅米姆空軍基地 是俄羅斯駐軍在裡面 當下呢 他發現有一架伊朗的軍機啊 正剛好停在這個 停機坪那邊 然後才準備卸下一批軍火 要給真主黨 以色列抓到機會 我管你這個是俄羅斯還是美國 還是怎麼樣 我先炸再說 你只要給真主黨的軍火 我就不要讓你順利能夠有在那邊 攻擊我以色列的可能 所以馬上看到了 就抓到了 就炸了 所以這個時候 以色列他正正在破壞真主黨的地下通道 以色列跟黎巴嫩 進了有很多的這個地下通道 你看那個地下 好像從地下炸出來 而不是從空中丟下去 對 蹦蹦蹦 他們的做法就是 就算沒有炸到你人 也讓你地下通道完全摧毀 是 讓你沒有辦法在裡面迅速的移動 而且可能會崩塌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裡面 像是開花從裡面炸出來 代表裡面有一兩架 代表裡面是軍火庫 對 讓你整個崩塌 就算你人員沒死也半條命 而且會被崩塌給壓住了 結果後來以色列在這個 以離邊境的這個地下通道 密密麻麻地下通道網絡 搜出了一堆俄羅斯的武器 那包括有這個反坦克火箭 還有一些這個飛彈 在這個彈藥庫當中 都是你看俄羅斯的大量的這個裝備 以及他的瞄準器 還有通訊系統 甚至攜帶式的這個人員的這個太陽能 光電板 都是二字的 所以對以色列來說 我現在最大的敵人就是 哈馬斯 真主黨 伊朗 以色列收出了這一些俄羅斯的這個裝備 又是從敘利亞進來的 以色列對他來說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只要收到你俄羅斯的裝備 就算你曾經跟我關係再好 我照樣炸你的這個空軍基地 也照樣把你這些裝備收出來 也坐實了 你也在暗中協助敘利亞 接下來你看以色列在攻擊這個 尼巴嫩的首都貝魯特的時候 他發射了這個230 發射了這個那麼多的這個炮彈 他其實連續攻擊他11次 這樣不斷的去炸 整個黑夜都炸成像白天一樣 在這個貝魯特的南部的郊區上空 升起了這個巨大的火球 而且還冒出了很多的濃煙 以色列其實有通知這貝魯特南郊 那一帶的附近的居民 趕快去撤離 也就表示說以色列警告了 他就打算攻擊他 他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這一位 有沒有看到 當以色列在9月30號 9月27號攻擊了這個納斯拉勒 就是真主黨的最高領袖領導人之後呢 9月30號他的一連串的這個北劍行動 就去轟炸了這個貝魯特 那這時候以色列他認為說 尼巴嫩裡面應該群龍無首啊 那到底說真主黨裡面的下一個接班的事 就是這一個 薩菲丁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他在空襲的過程當中 用我們講過2000磅的那個專地彈 對 直接夯下去夯出了五六層樓的聲 打掉了真主黨的領袖之後 後面開始有接班了 對 開始奪低計畫了 結果連接班的人通通一網打進 短短7天之內 要把你的實質接班 潛在接班 通通端掉 你只要有人自稱是 納斯拉勒的這個接班人 是 我就斬草除根 我就防止春風吹又生 對 這個薩菲丁他其實據說是這個 納斯拉勒的表弟 而且他是伊朗之前的聖城革命衛隊 伊斯蘭這個聖城旅的指揮官 蘇雷曼尼的女婿 那他這麼重要 雖然人緣不好 但是也有人說他只是自稱 但是管你是不是真的 就算是假的 我也先是把他這個寧可錯殺100 也不可放過一個人 好 中國大我們來看到 這一次以色列往北痛打黎巴嫩的真主黨 然後千里之外 他準備要拘殺要修理伊朗 不管他打誰 背後你都看到了摩薩德的影子 而摩薩德在這一次 如何放長線養套殺 殺到你不知不覺 甚至伊朗內部的反摩薩德組織裡面 滿滿都是摩薩德的人 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今天以色列你要去空襲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 那麼你想要藉由空襲來炸死 位於地下碉堡的真主黨領袖 納斯拉勒 第一個你要知道他在哪吧 第二個你要用空襲的方式把他炸死他 那你的誤差值 我看不能超過那一兩公尺 你才有辦法炸死他吧 那你一定是有什麼 有內印嘛 也就是說你要有理印 就是我們講的臥點 然後你要有外盒就是你的空襲吧 而且還得隨時精準掌握 你去看國外的一些這些軍事片 美國要千里迢迢去炸中東某個 激進組織的領導人 還要透過衛星耶 那你現在只是用空襲 你就想要把這個我們說的納斯拉勒給炸死的話 可見真主黨不只領袖 還有那些高層們你們周邊 早就有很多要嘛就是摩薩德本身的特務 就臥底在你旁邊 要嘛就是他們有很多的線人 或者已經有很多的人已經被 以色列的特務組織摩薩德給撤反了 好 那這件事情呢 因為隨著我們說的納斯拉勒上升之後 才漸漸被曝光 外媒說我告訴你啊 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其實早就有發現 納斯拉勒你身邊有很多的這些 以色列的眼線 他已經提前預警他要當心 摩薩德在你旁邊埋了很多的特工 對 而且呢 是在當初的那個BBGO連環報 無線電連環報之後 哈米尼就馬上告訴了納斯拉勒 你好 旁邊太多眼線了 而且我們伊朗也不知道是誰 所以只能 36G走圍上冊 趕快來我們伊朗躲 你從這些事情你就會看到了兩個結果 第一個就是搞了半天 真主黨現在啊 我管你現在什麼薩菲丁繼位還是誰啊 他們現在覺得我背後背景很涼 因為我的老大哥伊朗似乎也找不住我了 第二個呢 還有一個結果就是 他們兩個伊朗跟黎巴嫩真主黨 本身真主黨心裡想 我是你抵抗軸心的馬前竹 結果呢你不再保護不了我 現在你伊朗身邊的人 我不敢相信了 因為你們也被摩薩德滲透 然後伊朗信說 你真主黨身邊的人我也不信了 兩邊現在變成也會互相猜疑 好 這個就是以色列恐怖之所在 他不但能夠挑撥你們 他還能夠讓你們 整個安全感全無 你誰以後還敢為伊朗效忠呢 周伯我問你喔 你剛剛提到了摩薩德的恐怖在於 再沒有比接下來這個情境更恐怖 在伊朗裡面有一個極為神秘的 反摩薩德組織 而這個組織裡面 居然裡面都是摩薩德的人 這是無間道的中情反啊 摩薩德到底多恐怖 話說呢這個前總統他就講 他說你知道我們當初為了想要抓出這些 可以說是無孔不入的以色列摩薩德特務 我們乾脆就成立了一個反滲透組織 他挑出了一個領導人 那個領導人還去挑了20個幹員 都是他們 我相信應該也經過身家調查 一時之選 對 一時之選 而且一定經過身家調查 要身家清白效忠伊朗 結果呢 結果這個總共21個嘛 一個領導人20個成員 竟然全部都是以色列的臥底 什麼 你這不是情鬼拿藥丹 聽鬼拿藥丹 你去找的那些人 你自以為忠誠 結果這些人都是以色列 已經策反的這些臥底 所以當你想到了下一步的時候 摩薩德已經想到了下五步了 你的下一步下兩步都在他的劇本之中 也難怪這個臉丟到全世界了 結果弄到那個領導人 還有那20名特務 不但沒有幫伊朗去揪出以色列的臥底 反而呢 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既然身份都快要曝光了 他們就滲透了 伊朗的核設施 來 我們要曉得伊朗的核設施 那一定是只有一些高層 才會知道第一他的位置所在 第二 就算知道他的位置所在 你要進去也比登天還難 因為他有四公尺的 厚鋼筋魂泥堵保護者 而且這些碉堡都是位在地下五十公尺 核設施這麼隱密 外面又刀槍不入 那麼裡頭呢 才會在最深處去放伊朗 號稱有五千台的離心機 可是沒想到伊朗前總統就爆料 你我成立這個組織 沒想到這個組織請幾條段 還反過來把我 這些核設施的五千台離心機 炸掉了百分之九十 四千五百台 那他們怎麼做到的呢 我告訴你啊 他們呢其實一定是要理應外合 就是先側反了核設施裡頭的工程師與科學家 大概十位 然後呢 他們這些臥底呢 在利用無人機載著炸彈 然後以中遠距衛星遙控的方式 讓無人機載著炸彈飛進碉堡 地下五十公尺下 我知道觀眾朋友聽到這裡有疑問 所以伊朗是塑膠做的 都不知道無人機載著炸彈飛進來 對 當時根據他們回憶 伊朗的核設施的保安做的自查 好 然後飛進去之後呢 那不是因為伊朗已經有十個科學家 工程師都被撤粉了嗎 所以這些炸彈無人機載進去交給他 他們在偷偷地避開監視畫面 去放在所有你想炸毀的離心機附近的 這些電器設備 我講到這邊 你已經知道了 從伊朗前總統的爆料 就知道他們的核設施 竟然可以被以色列這樣子的惡搞 但你知道這個計畫 是多久以前實施的嗎 是十八個月前就做了 然後你伊朗還神不治鬼不絕 為什麼人家說摩薩德 真的是無控不入啊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哇 真 像